第二十题 小华开车原本以每秒20公尺向西坐等速直线行驶 突然有一只狗从路边跑出来 于是他紧急刹车 过程中做等加速度运动 如右图所示 请问从刹车开始到车子完全停止 需要几秒 我们这些做法有很多种 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小的三角形 跟大的三角形呢 相似呢 去求 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呢 这边有一个点 这边有一个点 这边有一点 我们三个点里面 随便抓两次两个点 去带入呢 A等于ΔTΔV 来因为他是做等加速度运动 加速度要一样 所以呢 抓出了点放进来 那当然一定要有这个 我们的最后的时间的这个点 然后带进去 让他相等也可以做出来 或者呢 你想办法找到我们的加速度之后呢 看你是要带V等于V0加AT呢 还是呢 带回去我们再带一次我们这个公式 然后来求出来都可以 或者我们很简单来看 我们这边呢 花了5秒钟 那么从20呢 降到10 所以我们花了5秒钟 那速度呢 从20降到10 所以呢 速度差了10 那么现在呢 我要再差10 因为10要到0 再差10 表示我要再花5秒钟 那么这边已经有5秒钟 再花5秒钟 就表示我要花的是10秒钟 我也可以让知道 我需要花10秒钟 所以第二次提示问我们说 请问从刹车开始到车子完全停止 需要几秒 我们答案选的是B10